为什么河北电商能成为电商界的卷华 在电商圈有这么一句话 赔死我一个幸福全中国 这话说的就是河北电商人 也被称为电商界的贫头哥 他们的经营理念非常简单 只要销量卖得高 卖房卖车往里抛 像什么雨伞 狗粮 干脆面 鱼具等等 只要是河北商家入局 那分分钟干倒一片同行 直到现在我都搞不懂 3块钱包容的雨伞 那河北商家是怎么挣钱的 但也有同行出来解释 说河北电商的打法是一种商业策略 先靠赔本的低价 把同行都卷到倒闭 然后再去收割市场 像当年京东和当当的图书大战 东子一句话 把图书的价格打到零远购 这逼得当当不得以下场开战 结果呢 图书只是京东的一小部分 人家赔得起 但当当直接被价格价给打没了 所以很多人以为河北电商也是一个套路 但实际上 人家还真不用这么这么 对于河北商家来说 我没有打价格价 因为成本真的就那么多 就跟咱们中国工业品出口到欧美一样 人家对我们进行反倾销调查 说是不是故意卖低价 但我们也很无奈 成本确实就在这 已经赚了很多了呀 那河北电商也是一样的 无论是场地人工还是原料 人家确实比南方便宜 像你在义乌 造一个熟练工人至少得五千吧 河北呢 三千就行 更不用说很多河北商家 是家庭式运营 一家人上阵 连工人都不用请 那成本肯定就降下来 另外 北方商家有一个纸念 就是薄利多销 在南方电商圈一百块的东西 我赚三十 那是非常合理的 但河北商家一百块的东西 我赚五块 他们的思路是 只要卖一万单 那也是五万 就这种思路 他不是故意在卷力 但同行只要遇上了 那真的很无奈 就像河北网友说的 我们河北商家没打算靠电商发财 反正不管干啥 比重地强就行 更多有趣知识 关注可以这招讲故事